再来是光复乡待会 光复乡泰巴朗部落近日来是反对养牛场的议题发烧 部落族人拒绝空气污染之外 贯穿部落的中央大排水沟臭气冲天 遇水就酿灾 但是却始终不见乡公所的改善动静 乡待会主席蔡志辉 乡代表杨天明就要求乡公所要积极作为 以维护光复乡清洁干净的空气品质 光复乡泰巴朗部落有大型养牛场 可能产生的臭气污染 再者贯穿部落中央大排水沟汇聚各类污泥 大量淤积大雨来时造成水患 晴天时又臭气冲天 乡公所每年提出的改善是雷声大雨点小 塔巴朗部落目前已经陷入内忧外患的局势 强烈要求乡公所积极作为 在最后抽刷到我们的中央排水沟是这样子 然后再了解一下警民车打电话 希望说你再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形 那到底是有没有这一回 有这一回是希望说我们继续 为了我们乡村的这些污泥 那个臭水被冲刷掉 对于杨天明代表的质询 你建议向掌灵清水清上火线说明 除了关注部落区大型牧场进驻的问题 像代表杨天明另外也针对了垃圾也埋场保和扣应应措施 公所一级主管原住民比例悬殊要求公所能够加强之外 也建议乡公所在地方裁员有限的情况下 能够争取设置殡仪馆 服务中区乡镇的同时也能增加相互收入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